4月15日,据台媒报道,被誉为疗伤歌后的新小琪,因工作太过繁忙,眼睛居然出现了出血症状,震惊一众网友。 59岁的她,虽然皮肤保养得当,紧致细腻的堪比水煮蛋,毫无瑕疵,但还是能看出她的脸色并不好,而且眼圈乌清,嘴唇苍白,精神状态极差。 网友们都很担心新小琪,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健康问题看起来很严重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小琪身边无人照顾。 据悉,新小琪是家中最小的女儿,她的大哥和妈妈已经在2008年因病离世,父亲也在2016年离开人世,她的感情经历也相当坎坷。 她曾有过一段仅维持一年的短暂婚姻,因男方变心分手,后来,她和小15岁的歌迷相恋,三年后再次被抛弃。 至今,新小琪仍然未婚,实在是令人心酸,至于这次眼睛充血的原因,则可能和她繁重的工作有关,身体才是工作的本钱。 希望新小琪的身体能尽快恢复,以后更注意保持健康,也祝她未来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吧。